而这次的两岸通讯搭桥会议 全球最大的电信公司 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正茂 也对台湾厂商释出了一个大利多 李正茂说台厂在晶片跟中端 制造都有优势 产业体系相当的健全 而中国移动将推出4G的TDLTE 自由品牌手机 现在不排除要跟台湾的 联发科还有鸿海携手合作 目前已经跟鸿海洽谈当中了 如果谈好订单的话 至少会有百万只起跳 而在平板电脑合作厂商的部分 则是看好广达 9月份终移动剩下80万台的 终端平板招标 希望广达可以得标 两岸通讯搭桥一开场 就直接导入5G合作的议题 让在场的企业人士大吃一惊 大陆发展私底已经是如见在全 现在5G的发展在找出研究和魔法 建议大家早考虑 早行动 估计信息消费 立即到2015年 信息消费的坤果将超过 3.2万亿人民币 实际我们估计可能会远远超过的出来 根据了解大陆一行人 日前参访联发科的时候 刘丽华已经亲自向联发科 董事长蔡明健 邀请加入大陆工信部 发改委 科技部 专门为5G成立的推进组 星期四参访宏达电以及台达电 30号与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会面时 也会邀请台湾重量级的厂商加入 目前也在台湾访问 全球最大电信公司 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正茂 对台厂释出大力多 中国移动将会推出4G的 TDLTE自由品牌手机 不排除与联发科鸿海携手合作 目前已经与鸿海洽谈当中 如果谈妥订单至少百万只起跳 自在参加也要自在得标 4G竞标争霸战下个星期登场 已经拿到入场券的七雄 各自找新的股东结盟 根据了解旗下拥有通路 Studio A以及靖勇的 郑威集团董事长郭台强 将会入股鼎新集团领军的台湾之心 魏映娇与郭台强将携手抢攻4G执照 但是对于加入4G竞标仪式 郑威的主管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事 东西台新闻综合报导 郑威集团 郑威集团